美国终于在国庆日的预定时间 一个月之后达成了全国打七成打一季的这个目标 但是却没有喊出群体免疫 这个达标的时间点是落在美国Delta病毒 已经越来越肆虐 越来越严重 美国现在呢 这个接种率比较低的是东南部各州 包括佛罗里达 路易斯安娜 阿肯色 密西西比 阿拉巴马州 这个月来他们这几州的确诊人数 住院人数直线飙升 那么也在让全美其他地方的民众产生危机感 过去那些非常ticky 坚持不打疫苗的人呢 在企业纷纷祭出疫苗令之后 因为怕失去工作 因此投入注射的排队航物 才使得美国的疫苗施打量连五天破70万剂 但现在对于抵抗Delta变种病毒够不够呢 我们一起来看美国的现况 晚了一个月 美国拜登政府原来7月4号的接种目标终于达成 8月2号全美70%的成人至少打了一剂新冠疫苗 1号美国全境施打超过80万剂疫苗 连续五天超过70万剂 让一度放缓的疫苗接种再次提速 主要是Delta变种病毒来袭 每打疫苗的美国人开始怕了 怕自己或家人染疫 也怕被社会孤立 每10万人单周新增确诊数最多的路易斯安那 佛罗里达 阿肯瑟 密苏里和阿拉巴马 除佛州外 第一剂接种率排名都垫底 但上周接种的人激增 全名列前茅 但全美仍有约9000万人可以打疫苗 却还没打 民调也显示 担心确诊的美国人 从6月的42%上升到7月的53% 防疫抗疫 现在又成了拜登政府的头号议题 如今Delta变种传播速度有如野火 美国平均单日新增确诊逼近8万例 7天新病例比前一周上升44% 新冠住院也增加41% 新冠死亡也攀升25% 当中一半确诊数都在这5周 佛州 德州 加州 路易斯安那和乔治亚 南部的阿肯色州才开学一星期 就有学校7名学生和3名教职员确诊 导致校内168人隔离 让其他学校挫雷蛋 根据美国疾管中心 打了疫苗却染疫的患者 仅0.001%死亡 凯泽家族基金会的分析则显示 完整接种者不到1%发生突破性感染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葛莱姆就是其一 打了疫苗的他在推特上宣布确诊 但庆幸自己有打 仅出现泪流感症状 接下来要隔离10天 现在阳光之洲佛罗里达 是这波Delta疫情的镇央 占全美新病例近20% 平均每天新增1万5千例确诊 看看当地筛检站 又出现几个月前大排长龙的景象 但佛州州长拒绝发布口罩令或疫苗令 不过也有地方不甩州长 迈阿密戴德和总旅滩郡规定 所有成人进到公家机关要戴口罩 迪士尼世界所在的局局则要求所有雇员最慢在8月底前打第一剂疫苗 规定是否员工打疫苗或筛检的纽约市则强烈鼓励室内戴口罩 但没有实施强制令 有专家说面对变种病毒 恐怕需要90%的人都打疫苗 星期一美国总统拜登与白宫防疫小组成员开会时 以全员戴上口罩 居家修缮连锁店Home Depot也重启口罩规定 不论打了疫苗与否 员工和顾客都要戴上口罩 沃尔玛和迪士尼则加入各大企业行列 要求员工必须接种疫苗 金升约组合报道